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这么拽 是谁给你的勇气 李王 麻烦你看清楚 这里的账本明明白白的记载着你贪污受贿的证据 你还敢抵赖 谁知道这些账本 是不是你用来栽赃本王的 看样子你准备抵赖了 那好 本王就把这些账本和财宝全部带回皇宫 由皇上来裁决 来人 把这些证据全部抬走 谁敢 所有人听令 谁敢动本王的东西 格杀勿论 楚宣臣 有本事你和本王进攻 到皇上面前对峙 本王凭什么听你的 这些是本王的私人财产 如果你们再敢乱来 别怪本王不客气 不客气 难道你还想杀我灭口 你胆敢带着这些贼人擅闯本王的禁地 公然抢劫本王的财产 本王就算当场杀了你们 你们也无话可说 楚宣臣 这分明是你借着莫里的手在敛财 本王告诉你 你少威胁本王 就凭你这点人 本王还没放在眼里 本王没时间跟你废话 来人 把这些东西全部抬走 楚宣臣 你这么着急要搬走这些财宝 是不是想转移证据 这些都是本王的东西 本王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你无权干涉 不 你不能把他们带走 否则你就是心虚 本王何来心虚 你要是不心虚 就和本王进宫 当着皇上的面说清楚 现在你着急要带走证据 分明就是心里有鬼 本王绝不会让你如愿 来人 把这些证据封箱 尤其是这些账本 封好后带进宫 是 皇爷 咱们的财宝被他们封了 现在怎么办 不用担心 轻者自轻 本王没做过的事 也不怕到皇上面前对峙 瑞王 既然你执意如此 那本王只好奉陪了 本王可以和你进宫 不过为了防止 别有用心之人搞鬼 这些证据在皇上查看之前 谁都不能动 行 为了保险起见 咱们各派一队人 一起护送这些证据 免得到时候你说 本王栽赃陷害你 是不是栽赃陷害 进宫之后 自有分枪 你现在尽管嘴硬 到了皇上面前 有你好受的 所有人 赶紧把证据抬进宫 是 官差们说完 赶紧去抬那些珠宝 随后 瑞王和楚玄臣的两队人马 趁着夜色朝皇宫的方向走去 可以带你去抬那些证据 你还能做什么事 你还能动 你还能动 你还能动